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 昨天为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如意和丁丁 庆祝他们7岁和6岁的生日 是的 院方特地为两位寿星准备了鲜花 水果装点的冰镇西瓜蛋糕 以及装有竹子和零食的生殖蛋糕 而这一天呢 动物园内呢 也集满了许多熊猫粉 为两只寿星庆生 这些粉丝都在一起 所以当他们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 线索猫粉丝 他们在一起 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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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很棒的 今天就来到一天的生日 来到一天的生日 祝福了一天的生日 除了庆祝生日 莫斯科动物园 中国动物部负责人 奥夫·清米科娃 还分享了一个关于如意和丁丁的秘密 他说 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 云方为这两只熊猫安排了一次约会 让他们第一次亲密接触 并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他还说 虽然大家对如意和丁丁 未来可能会有孩子感到兴奋 但是目前还不确定丁丁是否怀孕成功 院方将密切地监测他的情况 并和中国专家保持紧密的联系 以确保熊猫得到最好的照顾 一件事没有自识的对象 中国专家和担心 讲到所有人的联系 么让他们感到参考 未来的疾病 未来的很感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